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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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明明看到他的人 刚刚进去啊 难道是故意躲着我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不接电话也不开门 他没有必要这么做呀 洪先生最近不常来公司 他身体不太好 我都是把文件送到他家里 去给他签字的 不对 肯定是出事了 怎么办 找晓晏 晓晏 喂 小燕 我要报警 我怀疑我的温文夫 一个人在家里晕倒了 行 你赶紧过来 山里人过生活 真不容易 我捡了这么多柴 快把我累死了 你不饿吗 还有时间 跟我在这里搞笑 我真的很想来搞笑的吗 我饿了 我也很努力地再捡了 但干暑之真的很少 算了 那就吃饱了再去捡 你带吃的了吗 烧烤酱算吗 我 在这里等我 薛妖怪 你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啊 都是我害的薛妖怪 要远离人群 你一个人住在这种地方 我还当是来度假的 这种地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别怕 是过路云 来得快去得也快的 薛妖怪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是我把你害成这样的 我会对你负责的 你当野人我也要当野人 我不要留你一个人在这里 你 我听到了不得了的话 不要留我一个人 这句话 好像在灵魂深处回想了五百年 那天 呐喊过了千万遍 终于得到了回应 핑弓 물 吱眼 说什么呢 你另个地方是什么事 肯定是出事了 快 需要多久 大概十分钟吧 那麻烦你快点啊 拜托了 我尽力 别急 救护车堵在路上 一会儿不做到 纸我 写赶紧 你什么意思 这首歌 山北 这是长海 写赶紧 还需要多久啊 别人在哪儿 辛苦你们了 稍等一下 李警官 门打开了 好 没事 只是昏过去了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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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一点 薛妍姐 我要马上回局里 你要不要跟着去医院 你们先去 我一会儿就来 我先联系她秘书 好 回去吧 filmmaking 还有密室 一进门就晕过去了 这地上的爬痕是怎么回事 什么声音啊 不知道啊 好像在病人口袋里 洪世光 开大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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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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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免疫力功能的强弱也与个体的寿命息息相关 但是当免疫力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 个体的寿命 这个时间难道在上课吗 正在修心里 你的想起 无可非议 是爱你的证据 想过走下去 不敢不离 闭上你 只要有你一起 我假装散不弃 这方来有结局 倒数几时 从相遇那天气 不去旁不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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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既已好运离 宁愿是梦境 就这样不再心 好美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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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是妖怪帮我换的 醒了 幸亏不是吉他女明星 要不然假体都被你撞出来了 你都这样了 还有心情黑别人 我看看 挺好的 没流血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你说我激动什么呀 昨天晚上还在山洞 一大早上起来 在这陌生的房间 画风差这么多 你说我激动什么呀 而且还有 这 这 还有这 这衣服 昨天下雨 你的衣服都湿了 所以我帮你换了 只是换了衣服吗 你饿了吗 饿你个头啊 你到底把我带什么地方来了 深山里的度假屋 只有直升机能飞到这里 户外攀岩爱好者 也喜欢来这里 如果 我在人类社会 生活不下去的话 只能住在这种地方 远离人群 孤零零的一个人 真的好惨啊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 这哪儿是什么神山老林啊 分明就是童话小屋啊 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了 我被你骗了那么久 我来之前还去偷偷学了 怎么算不取悔 所以呢 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 你戴岩复杜记啊你 所以看着我被耍得 团团转的蠢样 你心里定爽够了 你是不是就是故意 看我笑好吗 只有我一个人傻乎乎地 担心你的未来 静芝 静芝 对不起 我不应该耍你 不过 谢谢你担心我 谢谢 你又要耍什么花样啊 就算我之前做了那么 一点点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是不是也该消气了 在这儿 上天 我自己没想上 era 你什么都自己也帮了 你不是什么都没鬼 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 你给了我美好的回忆 我们最后这样 也算是有了一个 好聚好散的结局 很抱歉我不是正常人类 可偏偏还是招惹了你 原谅我 我会永远记得你 以后还有没有一个倒霉蛋 吃你做的饭 但你兜嘴 这么没出息地喜欢你呢 长生很可怕 可是我更怕留你一个人 孤独地活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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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看 我 我 你 我 私 我 怎么不接电话 再忙吧 我都跟你说了 你把快递交给我就行了 等叶老师上完课 我会把快递交给他的 不行 我答应了客户 要亲手交给叶琛的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轴呢 怎么了 怎么了 叶老师 你上完课了 这个人是送快递的 我不管了 你就是叶琛是吧 我是给你送快递的 谢谢啊 再见 对不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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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要的热口口 厨房里真的有热口口啊 我 你放盐了 专家说盐能烘托出甜味 好吧 你喝水怎么下了 我得很在热口里 还在热口里 看我 你来看我 我去谈判了 你干嘛 我对我其实了 这个月的热口 她就为她自己的热口 就 Dec 不过很奇怪 因为是你做的 所以我才能坦然吃下去啊 谷雨曰 情如含笑引皮霜 你到底为多少人吃过皮霜 怎么说你也是我刚分手的 第八任前男友 一个问题都不能满足吗 如果按某些人 十年交八个男友来计算的话 应该有多少 专业没皮霜 五百年 不过我知道你肯定没有 因为你的吻气真的很烂 对了 那这样就是 我的第六任前男友 跟我的闺蜜勾搭成奸 还跟我的第七任前男友 纠缠不清 我的第八任前男友 是我闺蜜的脑残粉 还跟我的第七任前男友 我千万过 天哪 来个雷劈死我吧 等一下 我什么时候跟李燕之接过来 你不是 做过小燕吗 我才会认识 对我来说 我做过小燕 你听不听我 沙鱼 要得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赞 订阅 因为霉的作用 用刀子直接划开皮肤 是不会流血的 但是针头刺入皮肤 身体自动掉进修复霉 来修复伤口 可是针头还在 无法修复 反而直接可以抽取到 修复霉浓度很高的血液 你的意思是 你完全可以不用咬破舌尖来救我 只要一根针管就行啊 但是没有人会随身携带针管 所以咬破舌尖卫时 是最方便快捷的方式 只是为了图方便 要不然呢 如果有毒舌比赛 本小姐不过是韩笑颖拼霜 您老才是真正的 舌尖上的贺鼎红 您赢了 回去一定要点一手好心分手 还要点一手分手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照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好 我知道了 那就要原计划进行 洪先生 出演手续已经办好了 另外 这是您要的资料 先下去吧 来吧 我跟你说啊 千万别小看我这东西 这大鱼为了吃面包 他就会钻进去 然后就卡住了 简直完美 所以呢 你午餐就靠这个了 当然了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嘛 以你的倒霉体制 你应该是靠山吃山空 靠水吃水干才对吧 我是个倒霉蛋 你是个老妖怪 咱们这围祸人间二人组 还真是绝配呀 你也不用着急嘲笑我 你就等着看吧 我一定会钓到一只 大肥鱼的 也许世上真的会有 大傻鱼吧 这 薛妖怪 你离开以后会去哪儿啊 问这个干吗 没什么呀 我只是觉得以后 我会去好莱坞发展 满世界到处飞 也许有一天去了 你在的地方 这样还可以一起出来 吃个饭呀什么的 以你的演技 在国内也只能接个女二号 你去好莱坞干什么 当布景吗 我怎么就不能去好莱坞了 演技是一天脸成的吗 你没有看到我很努力啊 看到了 一只很努力的花瓶 花瓶怎么了 长得漂亮又有钱 是我的错吗 你的钱不都用来挖井了吗 你的钱不都用来挖井了吗 美貌与智慧也是财富 平安 湖心岛那栋别墅 我买去了 我之前的宅子 现在变成文物了 以后如果我回来 没地方住也不行 对 对 买得对 这以后房子越来越少了 寸土寸金的 买得对 怎么了 又跳了 从昨天早上开始 我这眼皮就一直跳 真不激烈 只是眼瞼正颤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手机关机 家里电话也没人接 我家张小姐去哪儿了呀 叶老师 您要的咖啡来了 谢谢 坐 叶老师 您的身体吃得香吗 昨晚都没有回去 灵灵 我考你一个问题 什么 存在于正常细胞中 比端粒酶更完美的修复酶 这种酶的制造机在哪里 完全无法想象 每个细胞内 不对 完美修复酶 是正常细胞的入侵物质 不产生于正常细胞本身 就拨了 中奖吗 你自己去领好了 现在这骗子怎么专挑一个人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请张小姐来 不过就是想从张家和红家借点钱花花 要的不多 肉票按金计算 一斤一百万美元 好 不免假 也可以零卖 给多少钱 还多少人 我只给你们三千时间 到时候当面货款两清 看过黄金八点当吧 如果你们要是敢报警的话 那张小姐我就不多说了 小燕 这可怎么办呢 薛妾她爸正从英国赶回来 我们就这一个女儿花多少钱都行 只要她能平安回来 听我说 听我说 绑匪蒙着轩燕姐的眼睛 不让她看到脸是为了留活口 视频里提到张家和红家 应该也给红世光发了一番 她有没有联系别 没有啊 我看到视频就已经六神无主了 我就给萱萱她爸打电话 萱萱她爸说让我找你 你说萱萱这孩子 给她请了保镖 她就不愿让人跟着她 你说现在这不出事了吗这 伯母 你别着急 我先打电话到军 不行不行 你不能报警 她们会伤害到萱萱的 伯母 您相信我们 绑架案我们队里处理过不止一次 我们经过部署 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 萱萱姐的安全 可是 如果她们伤害到萱萱怎么办呢 游鱼仔 我有事 小燕哥听我说 郑萱萱被绑架了 上午洪志光的女秘书 又把勒索视频 当成表彰报告 全发给了内部员工 现在视频被传到了网上 局里至今没有接到家人 和洪志光的报警电话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 設施上官有机会 你知不知道 发生的卡士 你知不知道 一直会有时 我们伤害的 这么多短程度 我已经通知秘书 把我名下所有的 不动产和仓品 全部低价公开报收 不论花多少钱 我一定会救出 我的未婚妻 钱我们正在准备 视频不是我们 放上网的 我们也没有报警 请务必保证 我未婚妻的安全 先生哥 有什么发现 已经订阅到了 张晓晓的车 车在大学停车场 是去找叶琛了吗 我已经给叶先生 打过电话 关机了 刚才我又给他 助理打了电话 助理说他熬夜做研究 应该已经会去睡大觉了 昨天上午 轩燕姐去过红石光家 你去物业公司 尽快把进攻视频 调过来 好 三个月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无法인지痛 请稍后再拨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么大的壶 你们怎么就跑到 我的浴缸里了呢 这是为什么呢 大概是因为倒霉的孽缘吧 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宅男 期待跟我拥有一段 倒霉的孽缘 我下任男朋友 一定会感激你的 下任 你的男友档期排得真是 比工作档期还满 对啊 这网上说了 忘记一段恋情的方法呢 就是赶紧进入下一段恋情 秘论无处不在啊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试试 你敢 你是我谁啊 你管我 这说不定的啊 我已经怀上小妖怪了 你要当爸爸了 怎么废话那么多啊 快吃饭 有关张萱萱绑架案 记者采访了红氏集团的总裁 红世光 请看现场发来的报道 红先生 黄匪要求高达 九千二百万美元的高额赎金 张萱萱作为您的未婚妻 您会负担多少 还是你们已经报警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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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转姐在下午楼的时候出去电梯有一分钟 到底做了什么呢 可能是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或者熟人吧 不过这跟绑架应该没有关系 刚才我们不是看到停车场出口的视频吗 张转转在驾车离开的时候没有什么意义了 不过你明天还是抽个时间去五楼过道看看 好 喂 小燕 你一定要把萱萱救出来 我会尽力的 你不要太着急 但是我还是好担心 你尽量照顾好自己吧 回家以后 要不要单独外出 那我等你好消息 怎么办 万一 万一 没事 我相信张萱萱不会有事的 你保证 我保证 如果萱萱受了很重的伤我还是会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你说得对 人心都是贪的 这么做不是为了你 别忘了 我可是她的脑三分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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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是坏掉的龙头 滴滴答答伸了袖 装头像你的人哦 不是 提醒我已过很久 你没开口 你没说跟我走 所谓以后 一眨眼就到头 你没开口 你没再出现在路口 这次换我 我随便再说放手 那天以后才没亮起的旅途 说过时间不会再有的永恒 我还在等 轮回中有了 你会不会不舍 我依然回来 因我一生 等你开口 等你说跟我走 所谓以后 一眨眼就到头 等你开口 等你在出现的路口 从今以后 我随便再说放手 从今以后 我随便再说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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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再这样子 我随便再说放手 我随便再说放手